美国财政部网站星期一发布的最新数据就显示 截至上个星期五26号 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规模已经冲破了35兆美元 折合大约是162兆令吉 时到美债失控的警钟再次响起 那今天线上我们就有诺丁汉大学经济系助理教授邵塞子 来给我们分析点评 塞子早上好 早上好 秀阳 是 那近期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就表达了对美国债务问题的担忧 那最新的数据也显示 美国国债规模也突破了35兆美元 财政赤字达到1.9兆美元 那在你看来这会对全球的金融市场产生哪一些的具体影响呢 好的 我想很多时候我们会谈到这个债务问题 就会谈债色变 是因为我们大家很担心这个未观层面上会带来的一些负面效应 比如说这个赤字的增长是否会带来这个私人界投资的这个减少 从此长期以后就会影响到我们这个经济的增长和工资水平的上升 但是就我个人来看特别是从目前的宏观层面的一些数据来看 由于美国的这个国债目前还是在全球具有非常安全性的一个资产 另外再加上美元在这个全球金融市场上的一个这样一个优势地位 所以我觉得而且加上这个我们看到全球的投资者对于美国国债这个需求仍然是不弱的 所以至少我觉得在中短期看来美国的财政的问题应该不会引起这个投资者抛售美国国债 换言之就是说我觉得在中短期内应该财政融制上不会有太大的这个短期的风险 那我觉得另外我们也看到是说这个美债的问题 由于这个礼拜呢这个美联储的会议上就会开始释放 9月美联储的这个降期的这个周期的信号已经开始被市场所这个消化 所以美债的这个市场近期我们也看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反弹 特别是如果你看到这个蓬勃的美国的国债的指数出现了一个1.38%的一个月度的涨幅 其实这已经是连续第三个月以内已经开始实现涨幅了 但是我觉得虽然从目前的一些宏观指数来看 呈现的是一个比较能够让人放心的一个景象 但是我觉得还有两个因素需要值得大家去重点关注的 一个就是虽然这个美债的指数实现了一个涨幅 但是美债的这个收益率我们看到在这个两年期和十年期的美债的收益率 已经出现了在目前的这个2022年7月以来 这段时间内实现了第一次的这个持续的倒挂 这其实是已经史上持续倒挂时间最长 然后也是程度最深的一次倒挂了 所以很多这个市场和经济学家就开始担心说 这是否开始意味着美国的经济可能会出现这样明显的这个衰退 萎缩的风险 因为在过去的四次美国经济萎缩的这个四次周期的过程中 根据历史数据都会发现 这个美债的收益率的曲线 如果突然出现一个变斗的情况 那都会发生在这个经济衰退之前 另外一个需要大家重点关注 大家已经在持续关注的就是这个100多天后的这个美国的这个大选 如何去削减这个财政资质 去通过征税还是不征税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 那大家可能还要去重点关注这个大选后 美国政府是否会公布一系列的这样一个解决的措施 那这个措施是不是成本相对高昂的 我们到时候可能再来判断美国的债务负担 是否会最快在明年的上半年 引发全球的这个金融市场的一个动荡 是那从马来西亚的角度来看 我们又应该怎么样去对美国的这个经济变化 采取一个应对的策略呢 我们其实看到近期这个第二季度公布的 这个美国GDP的这个增长的数据是 大概年幻比是2.8% 其实已经远远超过了市场之前 大概那个2.0% 其实比市场预估的还要稍微好一点 但是我们看一下原因的话 主要是来自于这个本地的居民的 国内居民的消费的这个强劲的 一个动力的一个支持 可能这也是受到了这个近期美国股市 它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上行的这个力量 推动了居民的这个财富效应的增长 从而推动了他们的这个居民消费的一个增长 那可能大家对于市场目前 对于整个这个美国的下半年 特别是第三第四季度 可能会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经济降温的一个现象 不仅是大家觉得说可能这个居民的消费力度 在接下来会有一定的受到一定的冲击 更重要是大家看到这个整个的就业市场 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走弱的现象 我想对于马来西亚如何应对 大家可能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是 作为我们的主要的一个经贸伙伴 美国的这个整体的经济如果开始出现一个比较放缓 或者是冷却的现象 我们怎么样去调整我们的这样一个贸易的一个结构 帮助我们的企业及时的这个提升 对于未来可能预期的一个外贸伙伴 它的这个需求减弱的一个风险 那我觉得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政策是可以做的 比如说我们看到日本的这个贸易振兴机构JTRO 它就会及时的提供这个市场的信息 甚至是开展这个企业的培训 帮助我们的企业 特别是中小型企业 做好这个生产的这个库存的管理 和这个出口的一个及时的一个变化和调整 另外也可以出台相关的一些保险相关的一些措施 比如说我们看到德国 帮助企业去开展提供这样的外贸信用保险 能够让它在面对这个主要的经贸伙伴的 这个外贸需求发生变化的时候 能够帮助企业还能够实现它的一个经营的一个稳定 好的 我们非常谢谢菜子 今天早上给我们带来的经辟分析 谢谢你 谢谢